84. 信報財經新聞 議員速執法賭予漏洞 2015年7月8日讀眼香港 A12讀眼香港紀曉峰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作舉行特別會議 討論的士服務問題 有多位的士團體代表七席 部分穿上黑衣抗議近年白牌車載客問題 的士代表之一的五海山指出 的士司機收入不斷下跌 流失率高 希望政府放寬的士司機考試條件 另一代表李小斌認為 白牌車未購買商用車保險 一旦出現意外 對乘客缺乏保障 不過 營運手機叫車程式服務的代表附啟潮反駁 現有的士服務無法滿足市場需求 令公眾轉向使用手機應用程式 立法會工聯會議員鄧家標關注手機程式 亦不容許作駕十年車齡車主加入旗下司機 不設常限 違背政府陸路交通政策的限量原則 建議政府考慮其他執法依據如商品說明條例及競爭法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作表示 手機叫車應用程式將會是全球趨勢 但如果當中有涉及白牌私家車違法接客擴建 有證據是可以提出檢控 紀曉峰號《獨眼香港號》《獨眼香港》《云野六》 議員促執法導亦為漏洞 在《獨眼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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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眼